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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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蓝 看不穿泛云浮予变幻 删不穿幻影灯流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膳食给瑞姬 趁机与瑞姬攀谈 套取消息 并不知食物中有毒 不知道 你先前陷害瑞姬杀人的时候 你振振有词 奴婢只是怕受牵连 听从樊娘把罪责全部推给瑞姬 毒杀与嫁活之事 奴婢真的全部知情啊 阿娘 小倩所说是否属实 是 奴婢知道 瑞姬常饮甘草汤 幼植甘草 与须异的香料 天香相冲 老弱者若是多用 会中毒伤及内腐 所以奴婢 与廚公懂于合谋 在其菜肴当中加入天香 再命小倩去送饭 你为何这么做 是受人执事吗 樊娘 你故意令瑞姬中毒身亡 必死无疑 你若坦诚交代幕后主使 太皇太后 或能留你一个全尸 而且不会连累你家中大小 无人执事 都是奴婢自己的主意 你跟瑞姬 何来深仇大恨 要置他于死地 还是再替谁顶罪 奴婢服侍瑞姬多年 深受其狂颠的折磨和虐待 奴婢一直怀恨在心 早就想杀了他复仇 既然怀恨多年 为何到现在 皇帝 主谋既已招供 来人 在 把犯人压下去待斩 诺 太皇太后饶命 就陛下饶命啊 饶命啊 饶命啊 太皇太后饶命啊 太皇太后 苏儿觉得此事 是让皇帝累苦了 查案之余又到焦房殿 讨情作戏 再到长信殿等候半天 千辛万苦等哀家一句 绝不可打扰 好让你的臣子盘问证人 皇帝也够费心的了 此事到此为止吧 彻儿 你去 把你姐姐给放了 还有 把魏姬带走 谢宗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陛下 参见陛下 这几日委屈你了 太皇太后照顾周到 并无委屈 奴婢心境如常 深信陛下慧疚自负 只怕陛下因此奔波劳累了 朕不累 多亏有皇姐和段蒲爷 替朕奔走调查 段大哥 谢谢你 我 为陛下分忧解难 是臣分内之事 有段大哥的帮助 更有陛下的信任与维护 是奴婢的福气 其实当时线索全断 朕也没有把握 所以只能与段红 眼凉长息 赌一把 要是赌输了 你会怨证吗 陛下是天子 若天子也无能为力 便是天意如此 奴婢不会怨 也请陛下万物自责 未及人善天不棄 上苍绝不会让善人 蒙此大怨 刘红说得对 朕也相信 上天将你赐予朕 便不会轻易地脱走 陛下 子夫 我们一直都担心你呢 还怕你回不来呢 现在平安无事就好了 姐姐 这些日子 姐姐受惊了 我这个当弟弟的 却未能帮你做什么 怎么说这种话 你为我奔走 还私自出宫去平阳侯府 还因此为我受罚 只是罚操练罢了 比我平日 跟段大哥练武比剑 轻松多了 皇上知你这次是因为担心姐姐 已经通知了建章攻陷 你回去后不用再受罚 还特赐你踪迹 可以出入各宫 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当值的闲暇期间 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姐姐 真的 姐姐 见到皇上一定要谢恩 行了 事情既已解决 公主想多留些日子 那我先离宫吧 长总管 收拾一切 回侯府 诺 子夫再谢公主 与君侯的救命之恩 不用再谢了 起来吧 你如今是皇上的嫔妃 你不是下人 不须行此大礼 你以后啊 好好侍奉皇上 不要再给我们天凡天忧 就算是报答我们了 谢君侯 谢君侯 你以那除公董渝 暗存私情 还生下了私生子董勇 多年来 我对这件事情睁之眼闭之眼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东太主事之我中心 事事顾虑周全 可责全马 我有一件事要交给你去办 如果你办得妥妥当当 你这件事 我不但会继续为你守口如瓶 还可以为你那多病的儿子 寻药治病 如此一来 你就不用再为那虚弱的孩子 发愁了 奴婢静听窦太主吩咐 董渝 你发什么疯了 听我说嘛 这 就算皇上亲自来查 也查不到你这儿啊 为了孩子 你别管我 这件事情 迟早会被查出来的 查到我这儿就断了线索 你和儿子就安全啊 梵娘为了保住孩子 承担一切 也算是个词 但可惜 她的孩子已经无福消瘦了 什么 两日前 那要送到之时 那孩子已经病死了 那梵娘知道吗 如果她知道 还能心甘情愿 独揽罪责吗 不过我也算是成全她了 如今她和她儿子 可以在黄泉路上作伴 也可以与董渝相逢 也算一家团圆 是 母后 危机这事 算是圆满解决了 是啊母后 那一家人 就可以安宁了 那一家人就可以安宁了 母后说得没错 你们姐弟 做这一场戏 值得了 危机不同一般女子 她聪明贤惠 宠辱不敬 而且又知通事事 这么好啊 难怪让你动心 不过 此事让危机受惊了吧 翠儿 在 玉石能凝神镇惊 此乃珍贵的毒玉 你替母后送予危机 儿臣先带危机 谢母后赏赐 危机既已没事 彻儿也不要只顾着流连心人 也要想想救人哪 母后指的是皇后 彻儿知道这阵子 冷漠了皇后就好 此玉镯 你替母后送予皇后 撩表安慰 母后 被鸡被污害 皇后脱不了关系 难道儿臣反要安慰她 皇帝可有证据 既无证据 凶手也已伏法 此事也该告一段落 你就不要再心存芥蒂了 她毕竟是皇后 而且真心待你 你要顾全大局 就当是为了母后 去看看娇儿吧 皇上驾到 皇后小心 陛下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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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谢陛下 谢陛下 都下去吧 诺 诺 皇后没事吧 臣妾没事 臣妾只是想为陛下 做些糕点 采花时 不慎扭上了腰 不过 只要陛下喜欢 臣妾便甘之如頤 皇后不要总在朕的面前 扭泥作态 这要是真的 是装得很真 是掩饰害人 而心存不安吧 陛下此话和解 是说娇儿在骗你 是装病半伤 皇后你心知肚明 陛下如今有了信任 把救人抛弃不理 还随意出口伤人 真是本性难以 皇后 毋须在此又哭又闹 要留住夫君的心 就不该伤夫君的人 那是母后给你的 你现在连看我一眼 都不愿意了 是不是 你不理我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够了没有 你不要一时哭闹 一时要寻死的 闹到后宫没有半可安你 不要 皇后 来人 皇后 后 廣尔 快 驾儿 皇后 郑后 皇后 宫 子夫 你先别着急呀 母亲已经在外面打听了 很快就有消息了 你先吃点东西吧 皇后出了这种事 你教我怎么吃得下 你着急也没有用啊 喜娘 怎么样了 还昏迷着没醒呢 那个太医令 几乎把所有的御医都领了去 我听公主吩咐 一直在门口待着 只见那些侍女跟御医们 不停地进进出出 她们手里的布条上全都是写 杀死人了 母亲 这事皆因我而起 这怎么能怨你呢 就是啊 那是她自作自受 拢不住皇上的心 喜娘 我说错了吗 老实说 假如她真有不测 那也是上天怜悯你 你之前受了那么多苦 又被她冤枉 以后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 喜娘 怎么能这么说 皇后就是皇后 她一旦出事 后宫必定大乱 我也只是心疼你 我知道 也不知道皇上 会如何应对 皇上现在 肯定比任何人都难受 我只是担心皇上会背上 贪心忘咎 无情无义地骂名 赛队 你 放心 皇后虽受外伤失血 可没有伤及内服 应无大碍 只是 腰伤可能需要调养一阵 腰伤 皇后 前不久去采花做糕点 伤了腰 原来他真的是为朕收了数 皇上驾到 陛下 彻儿 娇儿他怎么样了 母后 姑母 你们放心吧 已经拔簪止血 太医救治的吉时 娇儿已无大碍 应该很快就能醒来 太医令 快去给皇后备药 以做调理 诺 皇后已然无大碍 姑母就不要担心了 我们进去看看她吧 怎么能不担心 平阳公主你教我 如何下笔修书回封地 告知唐义侯 她女儿现在的惨状 姑母言重了 只不过是两夫妻 一时蒸牛而已 若非平阳公主当日献美 又焉有今日之乱哪 姐姐 我们先去看看娇儿吧 好一句娇儿 姑母 今日这情况 全因彻儿之故 与其他人无关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我怎敢怪罪他人 更不敢怪罪于陛下 为何人家说我家娇儿住京屋 我就会深信不疑 以为我女儿从此可以安枕无忧 本公主就只有这一个女儿 却亲手将她往火坑里推 我好狠啊 姑母你放心 朕恕够会好好待她 就绝不失言 皇后以朕之间 只是一时有所误会 是 是我娇儿不好误会了陛下 幸好娇儿向来都心系陛下 只要陛下一句话 什么误会都可以冰释 只是如果今日这件事传了出去 只怕越传越大 到时候世人会把陛下说成是一个 无情 忘恩 不守信义之辈 身为皇后的母亲 陛下的姑母 我不得不替陛下担心 节奏无道 始于荒淫 即使本公主不敢 将陛下与这等昏君并论 可是太皇太后 向来对帝德都是要求慎言 只怕东宫震怒啊 参见皇太后皇上 太皇太后有旨 请皇上既往常心殿一趟 孙儿给祖母请安 儿孙不和 后宫不宁 叫哀家怎么能安哪 祖母 皇后已无大碍 很快就能醒来 那算是欲过天晴吗 一切就可以当作没事发生过嘛 都下去吧 诺 赤儿 赤儿 坐吧 诺 赤儿 你知道 纵使你妃妾众多 也只有一人 是你行过六礼 娶过来的正妻吗 孙儿清楚明白皇后的身份 会谨记尊重皇后 下节商咒的教训 难道你忘记了 你甘心担起这宠妃妾 伤国母 无情无义地千秋骂名吗 祖母言重了 一家之主 你不认识 尚且则有千金 何况一国之君 彻儿 你觉得 这株惠兰如何 这花开得绚烂饱满 的确是 但它与主株争养分 害其他花苞枯萎 留不得它 祖母 错不在庞之侧业 要怪就怪孙儿年少轻狂 未及是孙儿亲自带进宫里的 孙儿也曾对她许诺 若任意除去 同是无情无义 你是说皇祖母 要陷你于无义 孙儿不敢 你的孝到哪里去了 庄静持重哪里去了 你现在跟哀家说 你年少轻狂 请皇祖母息怒 逼得皇后伤心自尽 全是孙儿的错 骂上一句无情无义 亦是无法争辩 可是孙儿从来不曾无视 对祖母的孝道 只因一时激动 失了方寸 你是方寸 你不是一时了 从她上一成宠 你把她带进宫来 就已经离失方寸 娶娶一个民女 竟让大汉天子 失去了方寸 不是更该杀吗 祖母要杀人 只要一句话 必然人头落地 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 可是杀人也得有依据 不然就是滥杀 祖母是滥杀之人吗 事情的时髦 祖母是最清楚的 为妓之死并非她的错 皇后不敢冷戴自尽 也不是她的错 若有未及为他人的错 而受罪受死 那合天理吗 合法度吗 合人情吗 这女子 慧智兰心 哀家也舍不得 却不得不为大局着想 你可知道朱王来朝 天灾民困 国事多么 皇帝却为后宫 一个没名没份的家人子 劳行护航 输了政事 弄得后宫不宁 朝臣离心 这合天理吗 合法度吗 合人情吗 彻尔 现在正是需要天下贵心 一呼百应的时候 别为小小家事 而一笑朱王纵亲 有负天下百姓 祖母 嵩儿明白 今天各处饥荒 灾民处处 嵩儿自会钻鞋 放下儿女私情 将心思 权放在国策民生上 更必亲往事差 拯救黎明于水火之中 燕雄纵母开岗 别让神功在天冤火 家宫儿致罪你 好 那你就放下儿女私情 当好你的大汉皇帝 阴剑不远 血污历历在目 切记 鸭子 去我 不会就算我 有关了 你没有必须 我可以 陛下慎安 起来 陛下 皇后怎么样 情况 还好吗 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还是 没事 皇后 她没事 皇后真的还安好 为什么人人都问皇后是否安好 却没有人问朕的感受 为何连你也这样 陛下龙体安康 英明睿智 相信陛下万事都会处理妥当 朕的确是四肢矫健 会动能脚 可是 子夫 难道连你也感受不到朕的心情吗 陛下 这是什么 这是 奴婢儿时用以祈愿的竹筒灯 皇后受伤卧床 子夫不得见 所以就做了这个灯 祈求皇后身体安靠 既然你这么关心皇后 朕就告诉你 皇后有太医令和御医们照应 已经没事了 相信很快就能醒来 那奴婢就放心了 陛下 陛下 如果皇后醒来之时 陛下能够陪伴在身边 想必皇后 定会心难事怀 你是想朕 现在就去交方殿吗 将心比心 谁不想在伤病危难之时 有夫君陪伴在侧 只守细雨 奴婢只是不希望 陛下背上无情无义 血浅后宫的污名 无情无义 这四个字朕今天听够了 其他人说朕 朕无可奈何 可你子夫不可以 朕备受责难 为的是什么 你比谁都更加清楚 朕来这里 本想图个清静 得些安慰 可是看来 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 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 令陛下 皇后已经醒来了 想见陛下 奴婢这就去通知皇后见驾 陛下 皇后刚醒 难免语气不顺 陛下也一夜未眠 不如先行休息吧 有人告诉朕 皇后醒来 有夫君陪伴在侧 只守细雨 才能心暖释怀 是能命迷拿闻 请皇后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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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快收拾干净 别弄伤皇上 你们都退下吧 诺 诺 陛下 臣妾还以为 你不会见我了 怎么会呢 朕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永远都是朕的皇后 都是娇儿不好 娇儿 别这么说 这次一定连累你了吧 母亲有没有为难你 祖母有没有责骂你 我也是去跟祖母请罪 都是娇儿的错 亦是逞强刷性子 不 是朕约忘了你 你为朕做糕点弄伤了 朕竟然不信 还冤枉你 你如今受如此重创 仍替朕着想 是朕对不起娇儿 陛下别说对不起 臣妾为陛下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其实无论娇儿做了什么 都是为了夫君 怕失去了夫君的宠爱 好了 不哭了 陛下 可以永远都不离弃臣妾吗 我刚刚在梦中生生患着夫君 可陛下不理我 我想抓紧你 你却越走越急 越走越远 臣妾恳求陛下 不要把娇儿一个人扔在金屋里 我宁愿忍受千屈万辱 也不要陛下丢下我 我求求陛下 好 你放心 朕绝不会丢下娇儿 你记住 娇儿是朕的妻子 只要有朕在 就会好好地护着你 谢谢 谢谢 好了 不哭了 娇儿不哭了 别难过了 你是朕的好皇后 陛下也是臣妾的好夫君 我要寻愿 我要寻愿 我也要寻愿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是要见新衣服 我要看脚女戏 我希望都不自定了 我都不用愿客 子夫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一家人和和乐乐 你呢 这是秘密 希望子夫愿望成真 我们去帮助生吧 我能 我能 我能去旁边咯 我能去旁边咯 我们的愿望成真 一定要愿望成真 你也要愿望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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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一家人 一定要和和乐乐 子夫的愿望 一定要成真 皇后万福 后宫和睦 好 听宫里人说 一连几天 不知哪里有人放起伏小舟 一直飘到下游去了 我一听 就猜想是你 没想到我们儿时的游戏 你竟然都还记得 最近宫里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也不知道 怎样才能为皇上分忧 只得来此祈福 天子万年 福寿安康 皇后万福 后宫和睦 你放心 皇后既然已经醒来 这几天伤势也没有反复 一定不会有事 只是又有何人知晓 你在这里为皇后担心 既然事由我起 我只希望 帝皇之家能够安宁 怎么 段大哥有事吗 我特意来找你 是要告诉你 皇上明日又要微服离宫 我也会随他一起去 这次要去多久 说不准 几个周郡都有灾荒 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会回来 那看来 我得多做点竹筒灯 祈求苍天保佑 百姓早目圣恩 皇上与段大哥 辞去一切平安顺利 子夫 皇上明日臣时出发 将会经过东司马门 向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辞行 或许会有机会 经过夜庭那边 多谢段大哥相告 我相信 皇上也希望在临走之前 见你一面 会基睦宫 起兵陛下 离家已在外宫后 可以随时启程 先去常乐宫 朕要向太后辞行 现在什么时辰 回陛下 时辰尚早 可途经夜庭到东司马门 稍坐停 好 就照你的安排 白驾 诺 陛下 臣有急事禀报 所为何事 丞相派人到东宫 上奏博古暴民 轰抢棺仓 传闻当地 出现人相识 什么 传太皇太后懿旨 请陛下不用前往东宫辞行 速速前往救灾 切记以万民为本 自从你上次冲撞了皇上 皇上就再没来看你 这一次 又不知道何时回来 待会儿啊 你可得好好跟他相处 挽回他的心 皇上 已经从义和那边 直接出宫了 我就说嘛 皇上是不能冲撞的 那晚你为他好 把他往皇后那里推 你看 他现在却反过来气你 恐怕皇上情意一断哪 墨夕 小豆子 你没睡醒啊 一点精神都没有 绘画要大声一点 痛快点 知道吗 诺 等会儿呢 你将新鲜的光罗 清酣 洗净之后呢 呈在府里 然后呢 再去冰室 取些冰块镇住 留着今晚夜宴之用 听清楚没有啊 小豆明白 绘画要大声一点 人要机灵爽快 是 全是宫后王亲 快请礼 好 请 这边请 好好好 各位请随我来 请请请 易总管 易总管 喊这么大声还是什么 你等我耳朵 你等我 易老头 你果然不简单哪 原来你真是个高人哪 喂 你在瞎说什么呢 为什么遮遮掩掩的 你有很多秘密吗 是杀人凶手吗 还是学艺不精 算错了人家的命数 所以洗手不干了 神算相公 这是什么 七星图 什么七星图啊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呢 是我之前逃来的宝物 我才用了半两钱 就买到了这个 做工精致的布匹 这个铺在桌子上呢 可以荡台布 你看看 不错吧 我就说嘛 他不是小摊上乱买的 就是地上乱捡的 你们还说他懂 太看得起他了 我还没问你们呢 为何跑到我房里来 知道易叔叔受到皇太后赏赐 所以 所以啊 我们是特地来给你庆祝的 这些都是我跟子夫亲手做的呢 你们真是有心啊 不过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赏赐 几片金片而已啊 口气真大 只是几片金片 不过呢 你们来 不单只是为我庆祝吧 公主刚决定 明日就要回府了 我们知道后 就来谢言告别 顺道过来看你 你还以为真是为你庆祝啊 你算老几啊你 庆祝也好 借我这里呢 歇歇脚也罢 反正我身有口福了 吃完以后呢 收拾东西 公主可以回府了 我们也终于可以回去了 公主是要回府 不过你们就留在皇宫里 公主说了 皇太后夸赞你的厨艺 让你不要走 先留在夜庭掌厨 然后随时听诏 去给皇太后做烤肉 我也可以在夜庭照顾子夫 这样 我也不用日日挂念我的佳儿了 姐姐 我也要回倩城宫了 你现在呢 有喜娘和易大叔了 我也就可以放心了 你不要总记挂着我 有时间要多去找段大哥学剑 切磋武艺 我一定会的 公主说了 我可以随时到平阳侯府的书房 借阅兵书 我呢 一定会勤加研习兵法的 这我就放心了 放梁 放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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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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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君诚早说过 太守身有要事 请君侯在后片刻 那些灾民已经等不及了 你倾听外媒的惨叫 来 凡是幸会百姓的父母官 都不会袖手攀官 我遵你是平阳侯 也算是皇亲 才放你进来 你不要敬酒不迟迟罚酒 谁会平阳侯不敬 向上就无此欲 区区一个平阳侯 就有这等驾驭 不是太可笑了吗 区区一个太守 却是这等驾驶 不是太嚣张跋扈了吗 你来就是要教训我呀 没错 我不但要教训 还要你立即开仓放粮 要你把囤积在府里的 民质民稿全都吐出来 分给百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伯谷郡太守窦权 对 我不只是这里的太守 我还姓窦 是皇亲 我这皇亲 比你这皇亲可有面子 有光彩多了 就因为你姓窦 就可以把官藏的粮 堆到府里吗 看来你这府里的仓库 都堆积满了吧 想高价卖出谋取暴力吗 外面恶嫖处处 人相识的 你穿不揍吧 那又怎样 天旱水灾 年年都有 年年都要开仓 那这郡府岂不亏空 这里的事由我管着 你要管事 滚回你的平阳县 大胆 大胆的是你们 平阳侯 不过是依仗自己 是皇上的姐夫 但是你们别忘了 你们平阳侯 看到了窦太主 还得叫一声孤母 何况太皇太后还在 他就是我的靠山 依你说 权大靠山大就可以任意万为 就可以为了私利 不管皇上一下旨开仓 你都自作主张吗 是 今天即使是皇上白了 也要念及他老祖母的面子 让我三分 你算什么东西 你想干吗 杀我 杀我呀 给我杀了他 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 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 我寂寞的烟火 忘掉年月 让天空快乐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 静静的投影在我的轮廓 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 等一个结果 蝴蝶飞过沙漠 爱得太执着 人间的风光 都看过 在岭木曾做过的 是最动人的景色 你守卫在我心底 直到天地要将我们分离 你的笑蜓 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 你流水还彻底 保卫我的天地 你守卫在我梦里 我让你也留下 爱得一片痕迹 你的心 你呼吸在心里 你沉血的清晰 出现我的回忆 出现我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